愛上街 平常的民糧所在地步的人要聽 現在的人要跳 如果之前都聽到老人們 那些孩子都不像孩子這樣跳 想說要來做什麼 做什麼 恆春迷遥过去其实被称为是去吃掉了 就是只有卖药或是乞讨的时候才会唱 称打老子那个时期 大家对于恆春迷遥有很多刻板印象 因为现代年轻人的语言开始不一样 怎么让更多流行音乐不断可以加入进去 也变成是我们重要的任务 我们不是做给观光客做给外面公布门看的东西 而是在地人有共荣感 认为做得更精致 变成可以跟世界接轨 所以恆春迷遥不能断掉 就是要让更多更多的人不断可以接触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